说起西梦瑶 想必大家对她一定都是非常熟悉的 西梦瑶是一位国际超模 拥有着相当好的身材 身高一米七多的她可以说是女生里比较高跳的了 而且她的知名度也是很高的 与刘文等国际超模的地位可以等量齐观 但在前几年上海那场闻蜜秀上西梦瑶更是一衰成名 直接从模特圈摔进了娱乐圈 那一跤不仅没结束她模特生涯 还令她的事业蒸蒸日上 并且还担任了我们中国区的闻蜜大使 不过最引人注意的不是西梦瑶的模特事业 而是她与何游君的婚姻生活 两人是因为参加了爱的时差这档恋宗而相识相知的 何游君通过这档节目对西梦瑶表现出了明显的好感 两人后来在现实中走到了一起 不过在他们恋爱之初 很多人都认为他们走不长远 因为一个是豪门高地出生且年少有为的赌王之子 一个是维密秀上的时尚超模 而且又是年龄相差比较大的姐弟恋 两个人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世界里的人 甚至还有许多网友扬言西梦瑶是为了钱 而何游君是为了多一份遗产 当时的西梦瑶在节目中斩钉截铁地表示 我嫁的就是爱情 如今看来她的选择真的没有错 老公疼爱她 婆婆也好相处 结婚后的西梦瑶和游君还参加了不少综艺节目 比如幸福三重奏 爱的休学旅行等 在节目里 两人的画风 与我们身边年轻小夫妻没有区别 平时在一起甜甜蜜蜜 闲暇时会一起打游戏 懂而半嘴了老公会承认错误来哄 可以说 爱情和事业都是双丰收的西梦瑶 堪称是人生大赢家 这是很多人都羡慕不来的 当然不可否认西梦瑶本身是一个优秀的存在 毕竟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成为国际超模 而结婚后的西梦瑶也为何游君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小宝宝 一家四口生活的其乐融融 不过两安琪作为婆婆 却觉得西梦瑶生两个孩子都不够 因为是赌王家庭的关系 婆婆觉得西梦瑶应该多生几胎 在西梦瑶一胎出生时 婆婆救兄西梦瑶说生两个远远不够 而一旁的何游君也是一副很期待的表情 说那我们多生几个 让妈妈开心一下 没想到何游君是这个反应 西梦瑶都吓到了 好在如今西梦瑶已经为赌王家族再增添了一位成员 以前有多不看好西梦瑶和何游君 现在这两人就有多甜 无论是豪门爸总对国际超模一见钟情 还是后来坚持不懈的穷追猛打 在别人眼中都是小说中 爸总爱上普通女孩的剧情 尽管外界还是对他们这段感情充满了怀疑 但他们又实际行动证明了彼此的爱意 所以最后祝愿何游君和何游君的爱情 能够长长久久 幸幸福福 也希望他们每天都开开心心 快快练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 好